谢谢 怎么了 莫菲 怎么不说话了 是不是困了 不好意思啊 刚刚在明轩家耽误了你那么长时间 没关系 对了 我听潘老师说你要去法国念书了 过几天就走了 也好 多出去看看 你肯定会有更多的收获的 李师傅绣馆的事情 辛苦你了 我跟明轩还商量 这几天会给你准备一个小小的礼物呢 夏总见您客气了 我只是替我师傅办事而已 应该的 明轩这个人啊 从小到大脾气就不太好 我还担心 你跟他一块儿工作 肯定会受不少委屈呢 夏总见 我家就在前面 你在这儿停就好了 谢谢 嗯 来吧 我让你回来 给你回来 我给你回来 你回来 你要再拉我 啊 我给你回来 你回来 你回来 我帮你回来 那你回来 你现在是越来越不懂事了 真的 你姐姐都胡呢 我胡呢 朱海天 你要是真替我着想 你就应该当着羞辱莫菲一顿 而且那么多设计师 你为什么要牵她 她那点才华算个屁啊她 你是不是看上她了 我看上她 你是不是每天穿个偶尔鞋 走台步走的 把脑袋走坏了 我还告诉你 莫菲就是很有才华 她不是个屁 你知道现在中国风有多流行吗 用不了多久 整个市场都会被中国风占据的 现在找一个真正懂中国风的设计师 有多难你知道吗 连夏总监都非常可好莫菲 我为什么不签她 否则我这么大一老板 我会搭理一个市场新人 朱海天 我告诉你 你不用告诉我 我来告诉你吧 莫菲是李师傅的徒弟 这个李师傅铁定是不搭理我了 我海耀公司要想发展这个中国风的设计 我就必须欠下莫菲 可我跟她有仇 当年就是当汉务辟退学的 也是当汉务辟改办改主 这样的人 你告诉我你要见她 你现在到底还有没有我 小曼你能不能成熟一点啊 能不能把个人医院先放到一边去 公司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这是生意你知道吗 我不管 你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感受 那你在乎我了吗 你被公司发展着想了吗 公司没有发展 你还买什么包啊 买什么衣服还旅游 你和西北风去吧你 我累一天了 我不想跟你查了 总之 莫菲我签订了 这件事 你最好想通了 如果你想不通 那随便你了 来 不是 蔓蔓 你在哪儿啊 我找不到你 妈妈 你把我拉黑了 我没办法 只能买一个新的号码 你不要不理我行不行 我好想你 我是不是有钱了 你就能回到我身边 你干净 你快点 你快点 我来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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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莫菲 莫菲 吃饭了 来了